皇帝内经 在皇帝内经的《四气条神大论》中 古人告诉了我们 在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养生方法 那么春天是个什么样的季节 该怎么做呢 请听 春三月 此味发尘 天地聚生 万物已容 夜卧早起 广步于庭 批发缓行 已始至生 生而勿杀 羽而勿夺 赏而勿乏 此春气之印 养生之道也 逆之 则伤肝 下味 寒便 凤 长者 少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春天的三个月 是推陈初心 生命萌发的季节 天地万物 都显得 欣欣向荣 富有生气 春天的季节 春天的季节 人们应该 入夜 寄睡 早些 起床 披散开 头发 穿上 宽松的 衣服 在庭院中 缓缓 散步 使行体 得以舒展 使生机 得以生发 在春天的季节 不要随便杀戮 要多给予 少掠夺 要多奖励 少惩罚 这 才是适应春天的季节 保养 生发之气的方法 如果 逆了春天 生发之气 便会损伤肝脏 使提供给 夏天 生长之气的条件 不足 到了夏季 就会发生 寒性病变 以上内容 选自皇帝内经 应用版 一 四气调神 大论天 颂读 悠悠 谢谢您的收听 祝您健康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